秦刚布林肯通电话 国务卿国安顾问谁先来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这个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呢 现在还成了一个谜 怎么回事啊 一边是拜登耳边沙利文 另外一边是左右神策军中尉布林肯 这两个人呢 现在围绕着谁先到中国访问 可是打的不可开交啊 然后你看沙利文呢 现在正在印度访问 你说他会不会开着飞机啊 应该是坐着飞机 绕一个大圈突访北京呢 如果他突访北京的话 那么对于布林肯来说 好像被架空了呀 有点像当年国安顾问基辛格 架空了罗杰斯一样 搞得罗杰斯是非常非常的不爽 布林肯呢 决定先下手为强 你看看现在他开始干什么了 今天就在刚才一个小时之前 给秦刚外长通了电话 观察者网转载了中国外交部的一个简报 原文如下啊 北京时间6月14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 秦刚指出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是清楚的 谁的责任不是中国的责任 中方始终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原则看待中美关系 啥意思呢 破坏中美关系的责任呢 不在中方 那在哪一方呢 中美关系呢 肯定在美方了呢 但是中国呢 依旧按照之前 与拜登在巴厘岛所答复的一样 恢复与美国之间的沟通 这个就是说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这就算是同意了 然后下巴还说 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利益 阐明了立场 强调美方应与尊重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以竞争为名 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那这个呢 是中方的立场 希望美方采取实际行动 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 重要共识 及美方有关承诺 同中方相向而行 有效管控分歧 促进交流合作 推动中美关系 止跌止稳 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理解的意思 外交黑话考试了 年初气球事件 责任在美方 同时中方的立场与之前不变 同意沟通 渠道畅通 这个呢就说明什么呢 中方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这一切原则看待中美关系 啥意思 继续保持沟通 继续保持交流 这个呢就等于说双方的沟通渠道开辟了啊 沟通渠道重新的恢复了 在这块呢就等于说双方呢就这时候已经达成共识了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中方立场 希望美方采取实际行动 什么意思 你不说你要来吗 赶紧来 美国这边呢 说我愿意采取实际行动 美国这边 这个布林肯不是说吗 他说18号要到中国访问 这个东西呢已经放出方了 等于什么 18号来不来无所谓 美国的高级官员肯定来 为什么说美国的高级官员肯定来呢 因为这个有个截止之期 就是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这个峰会将在美国举行 到时候习近平会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 工作访问的时候呢 会会见拜登 谁做这个铺垫是关键 现在看布林肯已经等不及了 他必须要给秦刚打一个电话 打一个电话等于说什么 不管谁先来 我先确定个口信 这个是关键 为什么呢 中美呢 我之前说过是两个大国 而且是两个超级大国 两个超级大国不交流 这个是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大量的全球治理问题呢 需要中美两国呢 坐下来好好谈 这个东西是两个超级大国 对世界的责任 在这个基础上 中美缓和 或者中美达到一个相对正常的 这么一个轨道 是一种必然 而这种必然 既符合美国的利益 同时也符合 也就是说 现在当下 全球的这个 整个这个态势 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啥呢 这美国想要的 关键中国想不想要 是另外一回事 我个人认为呢 美国想结硬债打贷仗 中国想怎么办 中国想 在趁乱的时候呢 获取更多的利益 这是中国想要的 但是美国现在 很显然 他已经改变了战术 他改变战术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 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优势是什么 两个 一个是惯例优势 另外一个是生态优势 美国现在想巩固自己的东西 但是呢 中方这个立场呢 已经很明确了 希望美方采取实际行动 采取实际行动就说 美国你要来 你说你要来 你来访问 美国说 我愿意来 那就肯定到访 谁来 现在是一个关键了 也就是说呢 来不来这个东西呢 已经确定了 怎么确定的 是布林肯跟秦刚两个人确定的 布林肯说了 不管谁来 我已经确定到了这一步 这一步是我国务卿应该做的 接下来谁来 管他人去了 人去了 去没去 都是怎么 都无所谓了 反正我确定了这一步 这是我干的 也就是说呢 他等于说先拔头筹了 为什么他这么说 因为他有一个竞争者 这个竞争者呢 就是国安顾问沙利文 沙利文现在正在印度 下一步他要干什么呢 今天要看布林肯的推特 布林肯刚才的推特是这么说的 今晚与中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秦刚通了电话 讨论了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持续努力 以及双边和全球问题 中国的简报上 是谈到了恢复沟通渠道的持续努力 然后同时也谈到了双边问题 比如说台湾问题和一些核心利益 这些东西呢 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的问题 但是呢 布林肯的推特呢 也说到了全球问题 全球问题是什么 是美国关切的 也是中国关切的 是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责任 这叫全球治理 什么样的全球问题 大家想一想 头一个全球经济 第二个 粮食安全 第三个 能源安全 然后还有些地区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俄乌 比如说朝核 比如说缅甸 伊朗核问题 巴以局势 苏丹 科索 沃 塞尔维亚 还有最后一个东西 是美国南部边境 我之前说过 美国南部边境这个事儿 没有中国 它是解决不了的 也就是说呢 美国有很多事物 要跟中国合作 必须才能解决 而且这很多事物 是涉及全球性质的问题 而这个全球性质的问题 不光关乎着中国的利益 而且还关乎着美国的利益 同时关乎着世界的利益 这需要两个超级大国 能稳住阵仗的两个超级大国 把这事儿办了 也就是说呢 中美两国的高级领导人见面 或者高级的官员见面 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 布林肯在推特上 已经体现了他要做的事情 那么谁先来 这个东西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我说谁先来呢 因为现在既然中美 重新恢复关系 重新恢复交流 两国关系有一个reset 什么叫reset呢 就是重新开始 中美重新开始 已经成为定局 这个历史事件会载入史册的 他载入史册的时候呢 谁去办这件事 这里边有两个人选 一个人选呢 就是我们这个 美西宗拜登的左右神特军中尉 布林肯 还有一个人 就是国安顾问沙利文 沙利文现在在干什么 这个人最近呢 有这么一个计划 一系列的计划 13号14号 他在印度访问 铺垫 印度总理莫迪 也就是我们的莫迪老仙 21号到23号 访问美国 这个呢 他要做铺垫 莫迪老仙呢 先是参加世界瑜伽大会 然后在美国华盛顿 举行国宴 为他举行的国宴 然后国会演讲 23号呢 跑到纽约 纽交所开盘 他要去敲这个钟去 这个是 莫迪需要做的 然后呢沙利文在16号这一天 去菲律宾的马尼拉 去召开一个所谓的三方会谈 这个三方会谈是日本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 所进行的安全合作对话 这个安全合作对话 针对谁啊 针对俄司 哦不对不对 针对关岛 关岛是美国的 针对谁啊 啊明白了 东北松雄啊 就针对那第三只大松雄啊 是这么回事针对中国的嘛 然后中间空出了一天 15号 15号沙利文会去哪啊 在飞机上待着 环球旅行 不太可能 他会去哪啊 他会不会在15号这一天 到北京去访问 然后呢 跟王毅 跟秦刚就都见了面 然后晚上跟习近平握手 第二天照片发出来 他会不会干这种事 那这个是一个看点啊 也就是说沙利文会不会 在没有宣布任何行程的情况下 突然访问北京呢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你别忘了 沙利文最近呢 风光满面 为什么风光满面呢 什么事都挨着他做了 而且呢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 美国的产业政策呢 这个演讲呢 他也说了 他比了一下当年的这个乔治凯南 然后这个人呢 他现在如果中国这个事 他在办成了 维也纳这个事 你看维也纳峰会他也也是他在场 中国这事他在办成了的话 以后是不是等于说国务卿就是他的了 布林肯现在你看看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他知道自己大权旁落 他知道有挑战者了 有人在挑战他的岗位 所以呢 你看这两个人在拜登面前的争风吃醋 现在是 两个人就是说 哎 在比 你看我 老板你看我很强 我已经确定了两国之间的交流渠道 我已经确定了我们之间合作什么 然后沙利文这边说 你看我 你看我 我能办什么事 我可以秘密访问跟习近平握手 咱们牵上了线 这个东西是关键 另外还有一个看点 还有一个看点 就这两天啊 美国的外交杂志也好 美国的外交事务和这个外交政策 这两个杂志 他纷纷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涉及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事 也就是说呢 以色列由于国内的政策压 政治压力 开始准备吞并巴勒斯坦的约旦核西案 就正式把约旦核西案纳入到以色列的版图 这个事呢 让美国的拜登政府呢 产生了一种注意啊 产生了一种就是说 一种提醒警示或者提醒 也就是说现在什么呢 美国似乎要调停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的事 同时呢 中国也在试图调停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的事 而且现在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北京 巴结组织的领导人 莫哈莫德阿巴斯 阿巴斯现在呢 在北京访问 他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也就是巴勒斯坦的主席 现在呢 正在北京 15号这一天空出来了 那么15号这一天 你说沙利文会不会到北京与阿巴斯见面呢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啊 现在美国准备调停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事 中国也准备调停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事 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两国一拍即合 全球治理把这个事在北京事先的聊一聊呢 阿斯坦一直认为美国偏袒以色列 那现在在北京你跟美国的官员进行对话 你跟美国的官员进行见面 有没有这种安排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如果有这个这个看点 有这个安排那就说明现在这个国际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而这个新的领域在中美竞争的激烈的情况下 两国依旧可以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 这个是有很非常有意思的看点 也就是说现在谁去北京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了 要么查理文15号秘密访华 要么布林肯18号他答应来 他一定可能会来 这两个呢是关键节点 如果这两个这两个时间他不来的话 那以后那我们肯定说 他们肯定会找另外的时间到中国访问 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从重新开始 可能呢已经变成一种现实 来谁来中国访问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的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